古人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齐家则是为了构筑自己温暖的小窝,稳定好个人的大后方,为外出打拼发展,奠定好基础。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能够把齐家二次做好,就已经是莫大的成就了,自己这一代人努力了,后代继续接力下去,家庭终究有兴起的那一天。 只不过,并非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延续下去,有些家庭衰落了,儿孙也没钱成家立业,他们的血脉就会到此为止,前人的努力和心血也会付诸东流。 在家庭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需要慎之又慎,稍微疏忽大意了,家庭就真的只能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如果有一天,家中出现这几件祸事,这不是什么好兆头,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肖默国学,点个订阅不迷路,带你领略更多的国学智慧。 搞事的小人越来越多,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一家三代人当中就出了一个喜欢搞事的人, 那其他人无论做得多好,都会受到他的影响,要么相互争执,要么自相残杀,反正全家都不好过。 为什么少部分人的恶行会影响到大部分人的生活呢? 相对于积极的能量来说,消极的能量以及破坏力,那是巨大的。 只要十个人当中出现了一个小人,那其余的九个人都会沾染上小人的气息。 就跟我们常说的磁场一样,好的磁场会让人的内心与之产生共鸣,从而塑造出积极的灵魂和心态, 而不好的磁场就像污水一般,让你干净的心灵逐渐无垢化。 对于家庭而言,多贵人则多福,多小人则福薄,这一福薄要么只影响一代人,要么害了子孙三代, 这都是负能量磁场的影响。 所以说,家庭要有好的氛围,尽量让身边人安守本分,别搞事,那家庭就会变得愈发安稳。 家底越来越少,气运在走下坡。 只要谈到发展二字,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么一点,气运。 所谓的气运,从命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命数的问题,跟这个人,或者这样事物的命运轨迹有关,明明中早有枯容兴衰的定数。 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发展是有周期的,萌芽,过渡,发展,顶峰,衰落这五点是必然的发展过程。 家庭前几代人的福气都消耗光了,到了某一代人,家底就越来越薄了,气运就越来越差了,子孙怎么混都不出头,特别悲哀。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子孙能力不够,从而造成了家庭的衰落,可实际上是家庭的衰落气运,把子孙后代的气运都影响了。 没办法,任何衰落的过程都是必然会出现的。 在气运走下坡路的时候,子孙后代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默默隐忍。 一代天使,切勿过分折腾,加速衰败。 家庭矛盾层出不穷,成为一盘散沙。 所有的家庭矛盾都跟人之关系的恶化有关,比如夫妻不合,父母和子女不在一条心,兄弟姐妹之间为了家产而争斗,翻脸不认人。 夫妻关系稍微变得不好,整个家庭就会变得乌云密布,没有了以往的温暖,只剩下寒冬将至的冰冷。 父母和子女不在一条心,两代人互相看不顺眼,斗来斗去,连血脉亲情都不顾了。 这个家真的能够变好吗?很难变得好了,有些仇怨是会持续大半辈子的。 家庭关系的恶化,不仅对普通家庭有影响,其实对有钱家庭的影响更大。 试想,所有的家人都为了前人的遗产而争斗,丝毫不讲亲情,相处得比外人还要冷漠,这个家的亲人不就只能各走个路,最后化为一盘散沙吗? 所谓人心奇,泰山仪,心不奇,不难行。 人心一旦凝聚,那所有的困难都不是问题。 人心一旦不再凝聚,每个人都寸不难行,满是阻碍。 只有一个人的生意。 周国平说,当一个孤独寻找另一个孤独时,便有了爱的欲望。 人生孤独是一种常态的。 家庭的结合,就是为了让我们摆脱绝大多数时期的孤独。 但如果一个家中始终都只有一个人的生意,另一个人永远都是一座孤岛,这样貌合神离的家庭状态迟早也会分离。 据了解,有80%的中国家庭都疲于沟通。 许多夫妻一周下来都说不上十句话,父母跟孩子之间永远都是父母在说,孩子在听。 80%的家庭中,整天都只有一个人的生意,另一个人永远都是被动地在接纳,以沉默来对抗发生,这样的相处方式。 并不能让孤独的灵魂不再孤独,只会在落单的心灵去寻找下一个归宿。 所以,当一个家庭中只剩下一个人在发生时,这个家已经岌岌可危了。 好的关系不单只有吩咐与安排,更应该有照顾和退让。 同样,长久的家庭关系也并非只如一人所愿。 家人之间始终都是以平等和尊重为前提的,任何一方长期处在强势的地位都不能给家庭带来正向的引导,只会给带来家庭带来分崩离析的结局。 欢迎订阅肖默国学,一起阅读国学经典。 品味人生百态 子女蛮横 前段时间,有个视频刷爆网络,上海某小区一个孩子下楼做核酸,只因为工作人员要他离开滑板,这个小孩就开始大哭大闹。 发生这一幕的时候,孩子的奶奶正在旁边若无其事地看着她的孙儿胡作非为。 当围观群众都在指责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奶奶也只是不嫌不淡地说了一句,小孩子玩闹,大家也别着急。 也正是因为这句事不关己的话,更助长了小男孩的事情,她不但不下滑板车,甚至扬言要拿刀杀的工作人员。 从小男孩的骄纵中不难看出,她在家中一定是个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口中怕化了的宝贝,正是因为家里的骄灌让她养成了不懂尊重,不知礼数,目无尊长的傲慢姿态。 这样的状态,如若延续到她成年,那么她必然会走上歧途。 曾国藩说,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义字。 当一个家庭同时命中了这两个字,那么她定然难以逃脱衰败的结局。 孩子是一个家的未来,怎样教育孩子也关系到父母的未来。 想要不养逆子,让一个家长期的风调雨顺。 那就不能纵容孩子,虐孩子,要懂得进退有度,恩威并逝。 家人不在一起吃饭。 老话说,家和万事兴。 一个家庭想要走得长久,首先得有和睦作为支撑,家庭气氛的好坏,往往影响着家庭的运势。 如果一个家中始终争吵不断,那么这个家庭势必要走向下坡路。 孟母三千的故事,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但是你一定不知道在孟家不成文的规矩。 无论家庭成员间都多大的矛盾,子女犯了多大的错误, 一家人在饭桌上都不能相互责备与谴责。 饭桌是家族成员之间接触最多的地方,好的家庭,饭桌上的氛围一定是其乐融融的, 而总是争吵的家庭也难以会有一起吃饭的机会。 有道是,人间烟火器,罪抚凡人心。 当一个家中没有了家人可亲,周可温的烟火器,日日都是令人窒息的消炎器, 那这个家庭又能依靠什么来走向长久与和谐呢? 所以,好好吃饭是人生大事,好好与家人吃饭也是一件幸福的大事。 不贤惠的妻子,自古以来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妻贤夫或少。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的妻子贤惠,丈夫遇到的灾祸自然就会很少。 咱们看现在有很多网上爆出来的新闻,比如早两年在街头打人的保时捷女车主, 还有近年叫嚣她家的狗要比人值钱的灰州燕老板娘都是闹得沸沸扬扬, 让全世界都认识了她们以及她们的丈夫,这样的例子大家都有目共睹。 如果一个家里有这样的女主人,不仅会替丈夫惹祸, 还会弄得好好的一个家庭不安宁,甚至亲手把自己的家庭毁灭, 一个家庭如果有这样的妻子,已经不能单单用不贤惠来形容。 而应该叫汉妇,蛮横凶狠,而且不讲道理, 更没有任何道德的修养以及法律的意识, 一个家庭出现这样的祸害就是一场灾难。 所有家道中落的家族都有这三个遭遇, 一是小人层出不穷,二是气运差道的极致, 三是家庭的人心不齐, 这三点基本能毁了一个家庭的未来。 尤其是人心不齐这一点, 更是所有家庭逐渐走向负面的根源。 以往,我们总认为家庭的人丁兴旺了, 家庭就美好幸福了, 如今,我们才认识到人丁在兴旺,不懂得团结。 还是毫无作用,人丁在少, 可家人们都能够和谐相处, 那家庭发展的效率会更快。 欢迎订阅肖默国学, 一起阅读国学经典,品味人生百态。 当后完成。 伕额 李宗盛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